市委來跟我們大家回應一下 他坐在這邊也從一點坐到現在 兩個多鐘頭兩個半鐘頭 那你所聽到是不是先跟大家回應一下 那我們請四位官員回應之後 可以幫大家提問一下 好 謝謝委員 那個就是我大概從幾個構面來回答一下 第一個就是有關在聖誕員的規劃跟執行的部分 這個其實 執行單位大概在就是立法院 應該是2009年通過戰略條例以後 其實我們陸陸續續有調整過好幾次的目標 那最新一次的目標大概是在三個禮拜 我們大概已經裝置容量從原來的大概10個GW左右 現在調到17個GW 那這個是到2030年 那它大概裝置容量的佔比 大概會到三成左右 發電量可能大概低一點 因為這樣年平均的 我們就是說容量量數比較低一點 大概大概3%大概14%左右 那所以其實政府這幾年在 在戰略能源條例這個機制 這個法規之下 這個其實當時也很謝謝委員 幫這個條例通過 那所以它基本上它有一個法院以後 它基本上做起職財就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基本上政府持續再推 那因為我們依法是兩年就要混動結合 所以以後會不會再增加 可能也會 因為我們一直在調整 那這個17個GW裡面 大概 太陽光電大概就佔了大概8.7左右 GW 所以大概裝置容量就佔了一半 那就是這個是我們國內的特性 就是說我們這幾年推下來發現說 大概國內現在主力大概比較好 就太陽光電 那風力發電現在也推的還不錯 但是就是 剛才有借為先進講 就是路易風電其實碰到了一些問題 那當然這個以後可能要 藉由一些機制 包括今天提到的供應電廠 是我們以前當初也想過 其實澎湖那個時候也有推過一次 就是最近好像結束營業了 所以這有點可惜 所以這裡面實質上的運作 其實還是有些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 我先回到這個目標量來講 然後那個其他的部分 可能就是要隨機速進步慢慢再推 那目前我們看起來 還有一個比較可能就是第六發電 那第六發電部分我們在目標上 我們也把它稍微提前了一下 大概以後的整個到203年前的規劃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因為我們要推這麼大量的太陽光電 跟這麼大量的這個風力發電 那風力發電可能主要是離岸風力 就是永秀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會做一些機制上的改變 包括了就是說太陽光電的一些 比如說競標的方式 它的容量 還有各縣政府現在推的一些 PBSCO的部分 我們基本上都會慢慢的 去送綁它 那希望說大家盡量能夠參與 那離岸風力的部分就可能要透過一些部位協調機制 因為畢竟這一塊我們其實 應該是說我們比較沒有經驗 那各部位還需要有一段時間去協調 那我們在目標上面大概就是主要這個趨勢 就是這個方向 那這是第一塊 第二個部分就是有關大家提到就是說 電廠直接能夠受電的這個問題 那電液法修正案基本上 我們行電版本基本上 我們應該會送到立法院 那這個部分就是陳如委員所講的 他基本上就有幹 就是希望參與分離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在那個電液法架構之下的話 理論上就是 電廠是可以職工的 就是直接可以賣個用戶 但是咧 跟大家的想像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剛剛可能有位先進有在問說 那個電怎麼 就是實際上以後 實際上你是可以賣那個電 然後任何一個人也可以在網上面買你的電 但是咧 至於那個電是什麼電 上了網以後都是電 所以他基本上是透過一個電力網的交易制度 就是跟德國聯下 就是說 的方式去處理 那這個是電液法的部分 那最後有一個就是 競標的部分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其實 政府單位當初在設計這個制度的時候 其實裡面有個苦衷 大家可能不太能夠理解 因為政府在收集這個相關的 價格資訊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是比民間要來的弱 這個我們必須承認 那所以基本上價格是一個黑箱 所以我們在訂定這個價格的時候 我們是透過一個 我們先去透過一個 當初條例所設定的一個法規的機制 去成立委員會去訂一個價格 然後我們再把其中的一部分的量 透過競標的方式去找出 實際上比較接近的市場價格 這個就是為什麼太陽光電在這幾年 大概我想委員應該知道 我們剛開始推的時候 1KW是30萬元 但是到這幾年 大概今年 當然這個產業是在台灣澎湃的發展 全球也澎湃的發展 所以它的價格真的是 大概剩下大概差不多6萬多 7萬塊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台灣國內 現在台灣國內裝的其實非常的不錯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是說 如果從公民電廠的概念來講 其實台灣現在有很多小的公民電廠 它只是說它現在因為受限於電源法的問題 它只能把電賣給台電 它不能所謂的製工 比如說像很多太陽光電 它都是個人設置 它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小電廠 那它現在因為電源法的關係 它其實就直接賣給台電 但是它不能直接賣給用品 但是如果你自己要設的話 其實現在現行的電源法是允許的 就是說如果你要設自己的自用發電設備 你設要自己用的話 你不要外售的話 基本上我們在電源法裡面 有所謂的自用發電設備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說 剛剛大家提到就是說 我設了以後我賣 我可以賣到別的用戶 不要賣給台電 可不可以 這個叫透過電源法的修正 那大概我簡單報告到這 謝謝 謝謝 我補充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正確 我聽說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海上 離岸風力 上次因為我們的這個廠商 直接從中國去聘請 那個海上工程的團隊 那在立法院引起嘩然 後來國防部出來說這樣不行 因為它在施工的過程中 我們整個台灣海峽 海底的那個全部被他們 這個偵查的情而出 這個對國防上是有疑慮的 那我聽說是到2018年 中鋼就會促成這個 我們台灣自己的海上工程的團隊 是不是 這個實際的時間點我不太清楚 但是台中鋼有類似的規劃 就是它有類似的規劃 但是時間點我不太確定 是不是2010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接著我們請這個 這個什麼 再生能源處 我們台地的再生能源處 的規劃組長 李文斌組長 李文斌組長 天委員 還有那個在場的各位專家 還有我們就是先進們 大家好 我是台電再生能源處 規劃組長 事實上在台電來講 就是再生能源處 它是專責做 這個再生能源的規劃 還有施作 然後最後還營運 這個一個單位 它是從明個100年 開始成立的 表示說台電對於 這個再生能源的一個重視 所以說在我們的 這個單位的這個任務上 或者說對單位的未來的一個期待 其實我們是跟在場的一個 就是很重視這個 在生能源的一個朋友 其實我們是相同的目標 我們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包括現在說台灣的這個 這個獨上的風力有300多架 我們就是做了169架 那每一架做出來都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地方不是到處要找就有 都要找到一個適當地方 而且要符合政府的要求 做起來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這樣做起來 都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是盡量努力在做 那我相信如果說大家有 有適當的一個公力發電 或者說再生能源的場子 如果願意建議給我們 我們就會去做實現看 然後把那個電廠把它做實現 所以事實上我們不是很在意說 台灣的再生能源的潛能有多大 其實潛能是你看不到的 你還用不到的 在地底下你還用不到 怎麼樣把那些潛能變成真正的電 這就是我們要去獨立的部分 所以我們很期待說 大家有什麼樣的資訊 有什麼樣的建議可以提供給我們 這是我們第一點要講的 那關於那個再生能源 我們也沉浸一下 台電的再生能源的部門 跟政府的再生能源 能源局的部門 它的差異 它的任務的差異 政府主要是獲得了政策的制定 還有再生能源這些規範 規範的一個審定 還有包括那個收購價格的審定 都是支持政府的 所以說再生能源的這個收購價格 不是台電訂的 是政府訂的 台電就是依照這個價格去收購 那台電唯一對這個再生能源 有重大的影響的是台電的電網 台電電網是台電要負責的 那現在要上網 當然要顧慮到說 這個再生能源上網以後 會對電網的一個安全穩定有影響 所以我們會做一些比較基本的審查 但是那個只是對於大型的 在生能源 現在我們對於這個 50千瓦以下的太陽光電 就是直接就上網 而且不收任何費用 當時有比較大的 比如說裝置容量的話 我們會要求它做一些審查 那我們會做一些審查 然後它允許它上網 那關於這個公民電廠這邊 我們其實是樂觀其成 那如果說有需要我們台電在地的 就是台東區營業處的技術上的一個協助 我相信我們去處的人都願意 就是說只要跟我們去處來做聯繫 我們都可以來提供各種協助 那我們也是樂觀其成 希望能夠看得到這樣一個情況 那最後我是算是我們個人 就是對於這個 再生能源規劃的一個 長期的一個心得 我說大家好像覺得說 對台電做的不是很滿意 就是好像做得很慢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做的人 知道是有很多困難 因為包括法規上的一些 一些阻礙 那尤其是喔 台電的員工主要他是工程師 工程師他是照合理的一個規範在做 在做一些規範 為什麼會用到核能呢 其中一個有一個重要原因是 它便宜嘛 台電算出來的 對對 台電算出來的會計成本 請不要太猜 台電會計帳出來的就是這麼便宜 如果能夠依照田委員的努力 田委員就是希望把那個 核能的那個 風險成本來反應進去的話 那個核能的價格就會 核能成本就會拉高了 現在就是這樣子 沒有反應嘛 那是在於說怎麼樣 讓這個東西能夠反應 台電都會做理性的 理性的行為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它目前大家便宜 如果它將來反應出來是貴的 台電也不會去做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理性的東西 那現在是 自從新的電價公司出來以後 確實有一個轉機 過去觀念上就是說 我們的一度電賣電是多少錢 然後核能因為很便宜 台電看的話是核能很賺 但是像超天然其實 比這個平均電價還要貴 所以是虧本 過去的觀念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的新電價公司出來不一樣 它是對於不同的一個發電 有不同的價格 也就是說核能它很便宜 那它的價格也很便宜 燒天然氣的它很貴 它的價格也是很貴 那所以說讓各種的發電方式都能夠存在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正向的一個反應 所以我說一個最重要 我們大家都知道 遊戲規則最重要 你的遊戲規則 能夠讓台電很主動的去追求 再生能源的 去增加再生能源的部分 那自然台電就是批評做啊 可是如果說反過來是說 台電做再生能源 結果還是 它覺得一直在虧本 它就不會積極的做 我們講的很現實的是這件事情 因為台電畢竟還要對全部的 全國的用電戶要負責 反應 成本也是要反應 也是由用電戶來負擔的 所以我們不要對所有的用電戶負責 所以我們只是說 我們一個方向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好的遊戲規則 讓我們的 不管是公民電場或是台電 都是朝著這個正向的方向去走 我想這樣一個是最有效的 你光是在罵或罵也沒有用 因為最主要的現實是怎麼樣 就是這樣 你是講在生能源還是在當核電電 沒有沒有 我沒有聽法科去告我 等一下我們會開放發問 等一下我們會開放發問 我想可能聽委員有 聽委員講他 他知道我的想法 好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就讓大家多多指教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事實上他剛剛講到的 就是我在立法院講了無數次的 就是台電在核電的價格上做獎帳 他是把那個帳戶做到台電 不然核電看起來是品 事實上是沒有的 好 來 那我們接著請 因為剛剛德魯馬克 那個部落這個發言 所以我們請原明慧的公共建設處的檢任激政 周錫衛 錫衛 把激政發言 還有在場各位先進行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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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聽到 我剛剛聽到 機場的座談 還有剛剛 能源局跟台電再生的元素 這部落區蠻有感情 因為本會 跟幾位同仁 其實他老家就在達魯馬克 所以 我有機會 又知道 達魯馬克的生產 沒有污染的鄉村 還有樹葡萄 是有機的 那針對 這個達魯馬克的水力發電廠 其實 之前 服務會面同仁 我講到小時候 就那個電廠 然後什麼什麼樣 然後有個吊橋 可以走過去 是非常環境非常輕柔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 環保是可以跟這些結合的 就是說 沒有污染有綠狼的部落 然後 有一些教育的意義 甚至以後 發展比較環保方式的一個觀光 可以去結合部落的一些特色 跟它的一些在地的一些 風味餐 然後再加上這個 已經列入歷史建築的電廠 可以做一個自有 是非常有交易力的 然後 我在會議面服務 後來發現 在木馬克的時候 在一些地神下限 立方化 雨溫 改成太陽能來種電 在比較山裡面 阿里山的 山美 新美 就是霧台 都有看到一些太陽能的發電 作為平常可以 輔助用電 在災害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被用的電源 這都是一個多用途的方式來處理 希望今天座談會 能夠大家做個腦力激盪 能夠針對整個地球 未來我們做的努力 好上 是 謝謝 然後我們很感謝台電 在我們台灣遷起這個 心魔密布的電網 但是事實上 對於我們在這個網路網 電網末端的原住民的部落 事實上是非常的脆弱 它只要一個環節斷 他們就完全失去電力 那事實上綠能剛好相反 綠能是可以就地取材的 所以我們一直覺得說 原明慧也許可以在這方面 可以更多花點心思下去推動 多多利用 再生人員發展條例 協助我們的原住民朋友 那事實上就不用擔心說 一旦遇到天災的時候 我們整個部落完全沒電 然後陷入某種困境 我覺得這樣也是 這個 然後原水就不了進貨 那我就覺得這個 會造成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說 在這種狀況之下 德魯馬克 他上次可以給 非常好的這個例子 那我們現在都在談低碳城市 我們從低碳部落先做起 然後呢 搞不好 如果我們真的成功 可以變成零碳部落 那我相信會有很多人 不遠千里去取經 好 謝謝 那接著我們請 水保局局的那個 貴聖德 應該會得盛行 貴聖德科長 那因為水保局 他是負責這個 龍生再生條例 龍生再生條例 當時在立法的時候 我就不斷不斷的堅持 一定要把我們的 綠色能源放進去 不然的話 他怎麼不夠叫做再生呢 後來終於被我放進去 所以現在只要我們的這個 農村再生的這些培根計畫 這個我們的社區 在討論的時候 只要願意放進綠色能源 事實上 我們這個農村再生基金 都是可以 可以這個 來給付 來協助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各位學者專家 各位縣進大家好 我跟 每次大家念到我名字 都我都說 我跟他沒有關係 但是他可以 大家可以叫我 為導演 謝謝 我想稱呼委員 也很感謝委員 在農事再生條例 立法的過程 尤其是在環保意識的部分 給我們很大的支持 尤其是在環保意識的部分 給我們很大的支持 那我想 水保局這幾年在推 我主要是推 我負責的課是 農村培立課 最主要是推培根計畫 培根計畫 在委員當初立法的過程 就很強調 一定要把人員的訓練 培訓 一定要放在農事再計畫 核定之前 一定要把它完成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有跟 能源局工業院合作的部分 就是 像工業院現在推的 百萬屋頂的 光電燈的推廣的部分 我們已經納入我們的課程 甚至也 把他們私資納入 我們農事再生的 推廣的計畫裡面 所以我們在 不管是部落 跟 不管是平地各方面的 農村社區 在於資能的部分 這個我們在有在推 那剛剛我也在提的一塊 就是 有關那個 再生能源的 相關設施的補助 這個部分 目前我們在 農事安條例是沒有 相關的 名列是沒有在裡面 不過 這個部分 我們也在努力 這個我們也在努力 說 我們希望未來 社區如果針對這個部分 因為 這牽涉到有些盈利的行為 所以 我們在當初 在討論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也受到蠻大的阻力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先說明 第二部分 有關那個 農事再生 再推 再生能源的部分 我們剛剛除了課程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 也跟能源局 未來我們也合作 他們的私資 也納入我們的私資庫裡面 所以我們未來這個部分 我們也盡力 在未來會繼續推展 以上 謝謝 所以你看 我們有時候在立法院 不但立法 把魔法通過以後 還要去 去 去 去follow說 你是怎麼執行 我們就把他放在魔法裡面 不過我想科長 請你們回去再檢討一下 我們千辛萬苦 把他放在魔法裡面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的農村再生 應該包含我們的綠色能源 既然是再生 不是農村補貼條例 那你如果農村補貼條例 或是補助農產品 你既然農村再生 你當然是從你的整個生活方式 或是能源的供給 因為能源的供給跟生活是緊密結合的 那我們現在整個行政都要推低碳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他不是用在個人 他是用在社區 或是用在學校 他用那個再生能源的話 我們再生能源基金 我跟他報告 每個社區如果你通過培根計畫 你可以 你大概總共可以拿到獎金 兩千萬 平均多 平均多 因為你的一千多億 除起來就是 你之前是這樣說 但是當然你要先經過培根計畫 你自己來報要先整合 先整合 那我是覺得說 沒有道理 既然他已經在幕法裡面 沒有道理說綠色能源 你就不補助 你去補助那個什麼 他蓋了一個什麼良亭 蓋了一個什麼腳踏車步道 這個你都補助 為什麼你那個綠色能源 就不補助 我這邊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在公共設施 譬如太陽能的造明設施 這個部分 我們是有在發包工程裡面 我們都有在做 譬如說一些鹽香他們的 道路的改善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都有在持做那個部分 所以這個我想 我剛剛講是個人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來 今天我們在畫面 我們做一個分別的部分 我做到這個部分 組成那種 有最多部分部分 要做的 我們做一個分別的